师傅,K-9000星球上的灵石资源,还可以开采33335个耳银,灵石资源所剩无几,寥寥无几,金灵门弟子越来越多,就目前的灵石数量,分到金灵门弟子手里,也分不到几颗,灵石越开采越少,这样下去,金灵门弟子为了锻造或者升级神器,并会大打出手抢夺灵石。 灵石总有开采完的一天,现在最重要的是,能不能再找到一颗像K-9000星球的灵石星球? 师傅,你是变化之主,为什么不把一颗灵石星球变成100万颗灵石星球? 这颗K-9000星球上,有某个未知秘法,竟然免医变化术。 既然灵石星球不可以用变化术,那从灵石星球开采的灵石,可以用变化术变化吗? 开采的灵石,可以用变化术,变成很多颗灵石,但是我发现,用变化术变化的灵石,锻造的神器,伤害力不高,不仅伤害力不高,而且很脆,容易碎。 这两把刀神器,青刀神器,是开采的灵石锻造的,成刀神器,用变化术变化的灵石,锻造的,两把刀神器,同时打向花叶瓶铃。 付出所料,用变化术变化的灵石,锻造的神器,锻造的神器,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? 又双弱灼,打我做试验,你皮操肉厚不怕打。 打你,才可以测出,准确的伤害力数值,你可以看出伤害力的高低,不找你做试验,找谁做试验。 花叶平零,两把刀神器的伤害力,分别是多少? 青刀神器伤害力800,不可思议,成刀神器伤害力800万。 徒弟们,知道了吧?用变化术变化的灵石,锻造的神器,伤害力不高,无论是稀有灵石,还是少有灵石,用变化术变化的灵石,锻造的神器,伤害力都不高。 师傅,我有一个问题,从红宝石宇宙,灵石山脉,开采的灵石,用变化术变化的灵石,锻造的神器,伤害力高吗? 五徒弟,这个问题,问得好,无论从任何地方,开采的灵石,用变化术变化的灵石,锻造的神器,伤害力都不高。 好了,今天灵石方面的知识,就讲到这里了,明天上午,九点大家准时来上课。 金院长,本鱼,有一个问题。 什么问题? 有没有比少有灵石,白灰灵石,等级高的灵石? 有,多采灵石,1000级神级文明,介于没有多采灵石,200级神级文明,介于有多采灵石。 多采灵石,不仅可以锻造神器,还可以吃,味道是酸甜苦辣。 多采灵石,吃多了,可以变成采光形态,变成采光形态,会提升很多修为等级。 味道酸甜苦辣,什么意思? 难道是,有酸味有甜味,有苦味有辣味? 是的,逃跑之神,今天,居然没有早走。 奇迹呀,以前,我只要讲到,今天灵石方面的知识,就讲到这里了。 讲到这句话,你早就光速走了。 我也想早走,灵石学院门口,今天来了几只神兽,说是,谁要是早走,就吃了谁,所以我不敢早走了。 父亲,据红宝石宇宙卧底说,异兽金龙神现在不住在红宝石宇宙神界。 异兽金龙神现在住在无边界与龙玉界。 金龙城,父亲,你想知道K-9000星球的下落,你为什么不直接问异兽金龙神? 若异兽金龙神不告诉你,我们就派一百万位神,干脆去无边界与龙玉界、金龙城,把异兽金龙神抓过来得了,何必大为周章抓金神当神智? 你是不是傻?龙玉界高手如云?别说派一百万位神,就算派一百亿位神,也是有去无回。 还说你儿子傻,我看你才傻,你以为,就凭不公正困术,就想困住金神吗?可笑,可笑。 二头鹰魔,你可要说话算话,我帮你抓住金神,你就把魔力七十七修炼功法送给我。 你别管用什么技能,我只要能抓住金神就请。 我想来说话算话,你千万不可大意,精神不好对付。 我难道不知道吗,你想抢走金神的所有修炼功法,神器,灵宝,据为己有。 很多年前,我被神秘神货,我闭关这么多年,我自闯了一千七百四十个态当决,迟到神尊,你不是我的对手了,迟到神尊,你的死期将止。 未完待续。